南都训记者蔡立仪实习生赵玉华游科问力指导 杨子、景博然、王家、兼任资领衔主演 改编自毕书敏同名小说的都市暖心聊一句 女心理师正在优酷全网不播 市面上少有的心理咨询师题材引发了观众的关注与热议 该剧讲述了心理咨询师贺顿 在帮助来访者解决心理问题的过程中 不断疗愈他人的同时也获得自愈的故事 杨子饰演的女主角贺顿不但是迎评上少见的女心理师形象 角色对于杨子的演技挑战和戏路转型也颇具意义 女心理师聚焦都市心理困境 日前该剧的总制片人郭峰接受了南都记者的采访 他透露电视剧市场里现在几乎没有心理题材 女心理师如果能够推动大众对心理咨询行业的认知 将是一个极大的善举 选择杨子是因为他的演技 他与角色适配度 以及他对这个角色的兴趣 尽管大家对杨子的少女欲镜还很深 但制片人郭峰认为杨子给贺顿这个角色的加成非常巨大 以新的角色去挑新的领域 一直在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恭喜杨子 在我看来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塑造 聚焦都市心理困境 挑选贴近当下案例 杨子饰演心理咨询师贺顿 景博然饰演电台主播前开议 女心理师讲述了 由心理咨询师贺顿杨子是 为形形色色的来访者进行心理咨询 探索他们心理问题的成因 帮助他们梳解心结 重新与美好生活相拥的故事 这一路上 贺顿和电台主播前开议 景博然是意外相识的好友 叶家辉王家世 以及闺蜜汤丽丽兼任姿势一起 在一系列欢乐与感动并行的经历中 疗愈他人 也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 逐渐与自己心底创伤握手言和 郭峰透露 女心理师的影视化过程非常曲折 她的团队订了这个选题差不多十年 期间小说版权辗转了几次 最终还是回到毕书民本人手里 没有人能开发出来 可见该题材的开发难度之大 但是随着都市人心理亚健康的问题 越来越受重视 心理师也成了热门的专业 电视剧女心理师的推出 可谓水到渠成 透过这样的稀缺剧 观众或将极大的加深 对心理咨询行业的认知 不过从2007年毕书民写出 女心理师这部小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4年 如何让剧中的案例不过时 并与观众群产生更大的共鸣 主创团队对原著小说的改编幅度也是巨大的 在案例的选择上 我们非常注重与时俱进 试想一下 14年前还没有微信 很多现在聊天沟通的方式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在选择案例上更贴近于当下的案例 这些案例也跟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聊过 都是既能够有最广大人群的普世性 同时也能把握好整部剧的调性 是非常好的案例 郭峰说 记者关注到 现实主义题材很容易引发全民热论 也会伴随着一些争议 心理咨询题材中或会涉及到灰色地带 一些负面的案例如何影视化 郭峰持坦然的态度 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 就知道有这个风险 能做这种题材真的很需要勇气 能跟大家见面 就是胜利 做心理题材 如果一点灰色的东西都不碰 就不真诚了 但我们不是简单的呈现灰色和制造焦虑 我们是以治愈人心 温暖健康为主导的 所以我们是提供解决方案的 把每一个问题呈现之后 我们再跟当事人磋商 讨论 把这个过程也呈现给观众 既要外求于人 也要内求于心 这样去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 我们保持着一个正面和进取的姿态 郭峰认为 只要能让大家更深地理解这个行业 也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主创团队对观众的争议都保留欢迎的态度 解读青少年自杀问题 战友CP隐期待在首播日中 杨子饰演的贺顿 作为自杀干预中心的心理咨询师 接到女高中生尤娜的求助电话 危急时刻 景博然饰演的代课老师 前开议也及时赶到了现场 为了打消尤娜的自杀想法 探寻事件真相 两人上演了一出紧急救援的戏码 看点十足 杨子和景博然的首登场 让观众十分惊艳 女心理师的首播剧情 不仅聚焦了高中生的家庭 学校生活中面临的青春期心理问题 还涉及了大量的社会热点或痛点 具有引人震撼和反思的力量 杨子和景博然的首登场 一个知性淡定 气场满满 一个阳光热血 也不乏机智 让观众十分惊艳 杨子在开播日为新角色写下小作文 他说道 我第一次接触到这方面的题材 因为没有任何经验 初拿到剧本时也担心过是否可以演好这个角色 经历了大概十个月跟赫顿的相处 我们互相陪伴 见证彼此的成长和蜕变 我陪伴赫顿穿过黑暗 打开大门 帮助故事里的角色度过一关又一关 最后看着光照进来 阳光洒在了他的身上 也洒在了我的身上 在香蜜沉沉浸如霜和亲爱的热爱的等爆款剧中 创造了多个收拾神话的杨子 谦虚的表示自己这一回会虚心接受大家的建议 完善自己的不足 对于杨子的表演 制片人郭峰点频道 在90后演员中 杨子的演技是首屈一指的 他喜欢探究人的内心 在他上一部戏没杀青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看心理学书籍 他的这种专业和专注度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们选择杨子就是因为他的演技 他对角色的适配度 以及他对这个角色的兴趣 赫顿本身是一个非常阳光积极正能量的人 他想用自己的心理知识去帮助更多的人 但与此同时 他内心由于原生家庭问题产生若干个心理症状 比如密闭恐惧症 异性接触障碍 他与母亲的关系导致强烈的应急反应等等 他在治愈别人的同时 也治愈了自己 赫顿是不好演的 杨子给这个角色的加成非常巨大 对于这部剧能否杨子的转型之作 郭峰认为 要请广大观众去做评判 但在制片人看来 这是杨子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挑战全新领域的一次成功尝试 女心理师对于小景景博然也意义非凡 这是他近三年来接的第一部电视剧 景博然的角色前开议 在制片人郭峰眼中 是一个永远的小太阳 是这部剧里唯一没有心理问题的人 虽然这是一部以女主角为中心的剧 但男主的表演也别有光彩 最特别的是 郭峰认为 男女主CP不是一对光洒糖的CP 我们不是一个职场剧 也不是一个披着职场外衣的爱情剧 所以我们看男女主的时候 他们确实像战友一样 是两个超级正能量的人互相帮助的过程 恋爱的过程 全部是由心理咨询去推动的 没办法单独辟出来是恋爱 这是很不同的一款CP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款C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